从消防部门了解到最新消息是 现场没有人员伤亡 那么火势虽然还在持续 但是已经得到了基本的一个控制 那么之前在直播开始 消防得到最新消息是称 现场有超过70辆的这样的一个泡沫车 消防泡沫的车辆是源不断的在进行一个救援 并且有超过500名的这样的消防员 也正在进行一个现场的枯救 那么关于火情还有现场的一个救援的最新进展